达娜 达娜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 我问了我们村这边的人 他们说你住在这家人这里 对 我这段时间都住在这边 要不进来坐 不用 不用 不用啊 那我给你拿个凳子 好吧 哎呀 来 坐 坐外面吧 外面舒服一点 坐嘛 坐嘛 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个 你放在厨房里的钱 我已经看到了 叔叔他没什么事吧 爸爸他才做完手术嘛 然后在恢复中 在恢复是吧 对 相亲对象给的钱 我让姑姑他们已经兑回去了 要不是遇到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用想这些好吧 不要有这个心理的压力 好不好 我是个农村人 只会洗衣服做饭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留在你身边 给你洗衣服做饭 好不好 这么年轻 不用去想这些好吧 不要有心理压力知道吗 因为每个人呢他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遇到一些困难 我希望呢就是不要像你这次这样 这么的冲动 是吧 要平静的去对待他 如果说你嫁给他了 你看 这个后果真的我都不敢想 吃饭了没 还没呢 你呢 我也没有 那回家我给你做饭吃呗 做饭 走吧 这不用了 太麻烦了 走吧 就一顿饭吗 那种啥的 你先到家坐下吧 然后给你喝杯奶茶 然后我跟我们哥去给你做点饭吃 好好麻烦你了 麻烦不麻烦走吧 不是 你们这干嘛呢 我可以一直想要感谢你吗 你帮我们再撑他的忙 然后 哎呦不要搞这个 不要搞这个 放了 没事的 没事的 兄弟放了 你听我的好不好 就一只一头牛而已 哎呀 你帮了我们这么多 得感谢一下 哎呦放了放了 不要搞这个 好吧 你家里也就是两头牛 你这个宰了是吧 你冬宰的时候你怎么办嘛 是不是 再说再说嘛 你为什么每次来的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 我就觉得这个 没这个必要 就怎么说呢 哥你帮到那边去吧 没事没事的 来 哥你听我的听我的 没事的 真的放了放了放了 你放了 哎呀 你这么多 我心里过意不去啊 你帮了我们这么多 哎呀 不是这个事好吧 如果我爸在 我爸在的话肯定给你宰一只 宰一只的 放心吧 听我的好不好 放了放了放了 不要不要搞这些 好吧 不要搞这些 走吧走吧 回家煮个面条 好吧 煮个面条吃就行 你就帮了我们这么多 得 感谢一下你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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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太客气了 真的 走吧 回家回家 这还下着雨呢 你们真的太乐情了 没错 没错 我给你说个事 啊 你先回去吧 我跟他聊一会 咋了 你觉得我妹妹怎样 挺好的呀 我看他对你有好感 要不你 对我有好感 嗯 哎呀 哎你你你懂的 我我我我去给他帮忙吧 好吗 哎 行行 来哥吃饭了 哇 做好了吗 嗯做好了 我的天 看着就香 我去拿快乐 好好谢谢谢谢 哎吃面吃面 给你宰头牛你都不愿意 哎只能吃面了 哎呦这已经很好了 是吧 很好了 文哥 怎么了 我决定好了 决定什么 就跟家里人商量了很久 准备出去赚钱 啊 对如果 或者你的帮忙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的这份恩情 我们永远记在心里面 出去赚钱 尽快把欠你的钱还上 不然我们也不好意思 哎没事不着急好吧 但是我也希望呢 叔叔他能够健健康康的 嗯 既然遇到了就是缘分嘛 好吧 谢谢也谢谢你 没事没事 你帮了我们很多啊 也帮我们多过一个难关 要不是你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嗯没事 没事 不要有心理压力 好不好 文哥 啊 我想送一首歌给你听 嗯 送送歌给我听 嗯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啊 真的 嗯 那我们出去嘛 出去唱吧 好 一晚一日好将如何结束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不必费心的一次约束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